他们说我痘性性律不齐 什么叫痘性性律不齐啊 是缺失眼吗 要你 不是啊 应该就是心脏上长痘痘吧 赶紧喝呀 医生让你憋尿呢 喝不下去呀 你给我炒两道菜吧 这是医院 我到哪给你炒菜去啊 给我炸点花生味也行啊 你干脆吃一顿火锅吧 走走走 走什么走 医生让你憋尿 你就多喝水 憋完尿 医生才能看出来 你的肾里有没有石头 裤胆里有没有沙子 再看看我的血液里面 有没有水泥 回到头里 看一间瓦房 这不是南波湾大叔吗 这不是小鹤跟小孟吗 你们在这边干嘛 我在等尿呢 我还以为是等我呢 医生让他憋尿呢 等会儿做臂超 应该是监察千连线吧 哎 千连线是哪个线呀 没听说过呀 不要咋子 千连线不是线 是地区呀 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在哪里呀 在你千连 我前面不是你吗 你是千连线 在你身体里面 哦 南波湾大叔 您今天是来看什么的呀 上次单位提建 说我有两项超标 我今天就过来看看 您现在在哪个单位呀 当然是机关单位呀 像我这样的中高层干部 可以免费提建 您当官啦 是个小科障 你还有这项能力呀 是什么科啊 骨难科 暖科是干什么的呀 烧锅路呀 在骨难科 我管两千多号人呢 管两千多号人啊 两千多号人 开始我劝管 嘿嘿嘿嘿嘿 原来是送热水的呀 什么送热水 我是烧锅路的 明天往光顾里倒霉 一天倒好几千斤呢 原来是这么个科长啊 你怎么又老又爱吹牛啊 您好好干 争取将来呀 当个前列线的县长 倒霉 您这好不容易来医院一趟 您就好好查一查 把身体养好了 才能当好你这个科长 不行小话不 我比你们更不重健康 我还有很多大事情要做呢 检查办 我还要提足球去呢 你调到国足了 是我们单位自己的足球队 真是老当义壮 以后冲击世界杯啊 就靠你了 你们的足球是足球队是哪个派的 哪个派的 足球还风派吗 我这只的足球有前锋和虎比 我是虎比 那就对了 你是武当派的 什么武当派 我还少硬死呢 我问你 发定位球的时候 你在哪里 当然是站在球梦欠的呀 那你做什么知道吗 做什么 啊 不这样站着 当球啊 那不就是武当派嘛 武当派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坏了 我不跟你扯牛宝宝了 二百五十号 二百五十号来了没 来了来了 我就是二百五 我就是二百五 你的信念图到了 我来取一下 好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老公 你看人家那么大年纪了 还那么注重健康 你年纪轻轻的 更应该注意身体 如果你倒下了 我跟孩子可怎么办呀 我的身体好折腾 没毛病 真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嗯 哎呀 我们来的时候都说的好好的 来了 你就要好好查一查 你可不许变卦啊 那我就查一项行不行 查一项 必须全身查 不然我不让你回去 再说了 检查单子全都开好了 钱都交完了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啊 再说了 我身体本来就没病 什么没病 人家医生都说了 你钱列腺有毛病 钱列腺谁都有 你查你也有 瞎说 你就听话好好检查 哎 对了 刚才我还听医生说 你的心脏跳动得很快 咔嚓咔嚓的 听医生的意思是 好吓人呐 你别听他瞎说 我把手表装进了上衣的口袋里 医生正好把贴整器搭在了上边 那肯定跳得快呀 这医生也太不专业了 这都能听错 所以我就说 根本没有必要检查 那没病也检查出病来了 南摩曼大叔 检查结果怎么样 医生说我还要加相检查 加什么相呀 他们说我 都性心理不器 什么叫痘性性律不息啊 是缺心眼吗 要你 不是 应该就是心脏上长痘痘吧 都别瞎说了 医生说我挺厌懂的 医生赶紧让我去做闪扫 闪扫 意思是要拿扫子扫你吗 我想去点扫住 就在扫子上插上点 在我身上一扫 神经都能检查出来 那你赶紧去吧 嗯 我就说吧 一定要检查 早检查早发现 哎 你开了这么一大堆单子 都是检查什么的呀 你看看有没有善嫂 哎呀 你开了这么一大堆积作要种kel 一下 ی shiny 大鼓 miner 医生说一着急 开错了 这都能开错 退了没有啊 医生说退不了 给给 我找他去 哎呀 名字改了 改成我的了 我去做妇科检查 也行 正好你来了 也检查一下 不能让我一个人检查是吧 这都什么意思啊 这都能搞错 我真服了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看病要 为什么不说 一提醒那件事 我就上火 上火那件事情 又咋了呀 上次我牙疼 疼得受不了 我就来医院检查 把我好一路折腾 医生问我姓什么 我说我姓何 他说我喝什么 我说我喝可乐 他立马就怒了 又赶我走 人家是问你叫什么 你还上火了 然后他问我 看病是公费还是私费 我说老婆费 他就问我 哪里不舒服 我说我牙疼 他说你把嘴张开 我一张到嘴 他立马就说 完了 撕了一颗牙 我说怎么办呀 他说只能忘掉 我说我怕疼 他说给我打麻药 就不疼了 然后给了我一针麻药 他掰开我的嘴 一下就给我薅掉了 薅完后 我说我要我那颗牙 拿回家做纪念 他说牙丢了 让我自己找 我就满地找牙满地找 死活找不到 他看我很执着 让我啊一声 我没啊出来 他说坏了 牙卡在嗓子眼里了 他说这里啊 就不给他管了 我说怎么办 他说你得去猴磕 我赶紧去挂号 交完了钱 到了猴磕 猴磕医生说 你啊一声 我说啊 然后他说 不在这儿了 已经到了下一站了 我就问 下一站在哪里啊 他说下一站 在常卫科 我又挂号又交钱 到那儿一看 常卫科说 到这一站 根本就没有停 你得到终点站看看 我就问 终点站在哪里啊 他说是钢长科 我又挂号又交钱 好家伙 我到了钢长科 医生拿了这么大一个扩大剂 他看了一下说 坏了 你这里长牙了 只能去口腔科 把他摘掉 我的妈呀 我一颗牙 足足花了我一千多块呀 这是医院 你说这些干嘛 我为什么不说 现在呀 有点小病 只要你进了医院 先给你抽一碗子去 然后再让你做各种检查 咱们小时候感冒了以后 喝点白开水 又动又动就好了 可是现在呢 一到医院 就给你打几天点滴呀 又花一千多 然后感冒好了 生又坏了 生症好了 肝又坏了 肝好了 心脏又坏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那就给你装个支架 国产的四万一个 进口的八万一个 你选哪一个 肯定选好的呀 你有钱吧你 我 我 小河 赶紧给我二次打个电话 让他到医院来 我要放指甲了 让他多贴点钱 我要放进口的 我还有一小检查没有做 我要去做 你赶紧给我二次打电话 啊好好好 我马上打 你这这 这也太快了 刚才还好好的 这会儿要上支架了 是啊 我 我 怎么了老公 老婆 我 我害怕 我不敢看了 我害怕 别怕别怕 肯定会没事吧 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老公 你就这么说 你抹上来 我不看了 至于